三年前美军下一代空空导弹的计划披露 同一时间还有另一计划 如果美军这两个计划都成功 为什么FR-2A就可成为五代半 对此中国有何对策 敬请关注 美国下一代空空导弹的计划披露时间是在2016年 就在同一时间 美国还有一个空空导弹计划值得关注 小型滋味弹药MDSM 按照美国的设想 这种空空导弹拦截弹的体积重量 也是只有AM120的一半 红外成像或射频被动制导 动能战斗部 主要用于拦截中远程空空导弹 兼具近距攻击飞机的能力 长期以来 飞机的进化主要是围绕着火力机动性来实施的 对防护力的提升反而不怎么重视 原因在于 飞机可以以提高机动性变相提升防护能力 但是随着空空导弹和电子战技术的发展 受限于9G最大过载的有人驾驶飞机 再也无法依靠机动性来对抗空空导弹 这就需要在防护能力上下功夫了 飞机显然不能以被动方式提高防护能力 想发展主动防御能力 以前受限于飞机的载重量制导方式 发射方式等因素 现在 美国的小型自卫弹药正试图在这些方面获得突破 美军若下一代空空导弹计划 和小型自卫弹药计划均研制成功 一架F22可混合挂载14枚这样的弹药 再结合隐身能力电子战能力 在空战中要搞下一架F22A那就太难了 这样的F22A F35完全可以成为五代半 对此中国有何对策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空空导弹拦截弹需要的技术 其一 全向探测技术包括红外射频 J20可以做到 其二 被动射频制导 红旗10已经做到了 其三 红外成向制导 这个也不是问题 QN202V型导弹就是红外成向制导 已经做到单兵化了 其四 大角度离轴发射 全向攻击 这个有难度 好像最好的PL-101 只能攻击前下180度范围内的目标 尽管如此 在这个领域下功夫还是值得的 提高抗打击能力 对于任何武器平台都是有意义的 无论是战斗机还是预警机 运输机 加油机 反潜机 在关键时刻 能否拦下一两枚射向本机的空空导弹 都是性理攸关的事情 整个战争过程中的拦截效果累积起来 就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 在下一代战斗机到来之前 空空导弹小型化和空空导弹拦截弹 将成为提升现代战斗机空战能力的关键技术 对于歼20F22A这样的战斗机 在装备了小型化空空导弹 和空空导弹拦截弹之后 在空战中将如同怪物一般的存在 两者相遇 在一番空空导弹互射空空导弹拦截之后 是否会进入传统的狗斗加航炮定胜负的局面呢